纽约时报最新的一篇调查报道 揭露了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如何通过网络审查控制舆论 操纵免疫并掩盖真相 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 文浩 好的卡拉 那么中国对互联网进行审查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 那这篇由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合作的报道 对新冠疫情开始之后 这样的审查是如何进行的做出了细致的介绍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获得的政府文件是显示 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大规模散播的 1月初就开始限制有关疫情的信息 当疫情蔓延后 当局是开始严厉打击负面描述中国的内容 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达命令说 要突出报道被派往武汉的医务人员的英勇努力 和共产党员做出的贡献 不过当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吹哨人李文亮 因为新冠病毒而去世后 当局开始大量封杀对李文亮的悼念贴文 和对当局隐瞒疫情的不满 另外网信办在报道的细节上也是发出了命令 比如不要使用无法治愈和致命这样的标题 在描述限制民众出行的时候 不要使用封锁这个词 媒体也是被告知 不要过分宣传来自海外的捐赠和从海外购买医疗用品的情况 避免让公众产生中国需要依靠海外援助的影响 那这篇报道说中国官员努力操纵叙事 不仅是为了防止疫情可能引发的恐慌 他们还想淡化病毒和疫情的严重性 让当局看起来更有能力 那报道的作者之一 纽约时报的孟建国在一则推文中是表示 值得一问的是 全世界应不应该对一个如此热衷于迷惑别人的心心超级强权感到舒适 我报道这个话题已经很多年了 但我还是被中国操纵互联网所显示出的老链和心机所震惊 那这篇报道从开始到结束时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 那报道的另外一位作者 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的杰夫高 是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一些报道的幕后努力 很多练习记者是这是只是确认的 这些的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在疫情的掩盖和处理不力上 是做出了多次报道 像比如说法新社在今年2月的时候 是记录了刚刚封城的武汉的真实情况 那美联社最近的一篇报道是揭露了中国官方和科技生化公司 是如何通过金钱交易限制了新冠检测的普及程度 而加剧了病毒的早期扩散 那纽约时报在不久前也是曝光了中国政府和疫苗制造商 为了经济利益而忽略疫苗质量的系统性腐败状况 那么调查记者杰夫高是希望这篇最新的报道 能让公众不要忘记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失职而进行的舆论操纵 我认为是重要的记者是记者 我认为中国政府总统是很多的课程 脱了从这个疫情 从这个尝试的扩业 从那种程度行为 我认为这些确实是正确的 但我认为是也许多了 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 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